大家好 我是阿七 昨天非常幸运啊 晚上的六点钟冒着大雨 爬二郎山的时候 在这里找到了这样一个飞气房 搭了一个帐篷休息了一个晚上 今天外面已经不下雨了 早上的话我也已经在帐篷里面把视频捡好了 准备现在做点午饭吃一下 看这个天气的话应该一两个小时之内不会下雨 但是昨天晚上挂的衣服没有晾缸 就是昨天下雨湿掉了 然后我现在是换了一身衣服 视频也导出成功了 准备收东西 做饭 早上的话先煎两个鸡蛋 补充一下能量 吃点早餐 这里面还有最后一点水啊 我把它烧开 等下泡一包豆浆喝一样 加一下营养 水烧开了 早上吃点压缩饼啊 吃鸡蛋 然后这里有一包豆浆粉 给它倒到这个杯子里面 这个豆浆粉也是第一次泡 不知道好不好喝呢 还有这个豆浆 感觉还不错 账目什么的都收好了 先吃完吧 吃完饭把锅举手一下 早上有鸡蛋 鸡蛋 压缩饼干 还有这个豆浆粉 就是不甜啊 感觉 应该是没有糖 起来一公里啊 已经到这个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界碑 遇到一位乞友 好了 风景蛮好的 这边 刚刚爬了一个螺旋 哎呀 这是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自行车爬二郎山 全程不推车 刚开始骑行的时候 遇到上坡 我也会推车 但是骑行了两个月之后 我发现 已经完全不需要推车了 一般的国道的坡 我都可以骑上去了 看一下这个建立塔 修到山上去了 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刷牙呢 在这边看到一个水龙头啊 哎呀 从那边一路流到这里 挺有那个感觉的 在这里刷个羊啊 这个水太冰了 我甚至都不敢用这个水袭里 就刷了个羊 因为我怕一次剧之后会高反会感冒 刚好这边有一个空地 大家休息会吧 爬山爬了好累啊 等一下还有一个大的挑战 有一个回旋湾一直爬到这座山的山顶 正宗的瀑布啊 不过比较细啊 在这里看到一棵树啊 这棵树啊 挺有感觉的 挺有意境 这棵树是不是传说中的木秀鱼林 那么风必吹之 龙胆溪 哎呀又飘雨滴了 成功近在眼前 你好 你好 在西藏吗 对 阿尔朗山隧道还有两公里啊 最后两公里 刚刚从这个山谷一路爬下来 我去 继续干 还有最后的两公里啊 遇到山里雨下来越大 先把这个雨衣和雨布给它盖上吧 因为我已经没有衣服换了 昨天已经换了一套了 阿尔朗山隧道 一号墙 前面还有几百米就进入阿尔朗山隧道了 阿尔朗山隧道 长度四千多米阿 阿尔朗山隧道 汽油人员进入隧道 请开启警示标志的阿尔朗山 我们从这里出发 一路下坡到炉定 还下雨了 赶紧出发了 刚好下档 未来安全体见 我在后面挂了一个灯 这个灯会一直在闪 看到没有 现在在外面看着是很 到里面就亮了 出发出发了 雨下大了 刚好进隧道 隧道里面风有点大 好冷一个 温度好低 车不是很多 挺少车的 要出隧道了 好冷啊 真的脸都冻僵了 前面还有一个小隧道 不会下雨吧 哇 好漂亮啊 看呀 连出的山 就是云有点多 乌云有点多 这里好像是个服务区 安全通过二廊山隧道 这里是炉定 炉定欢迎你 看一下这个旅游导览图 到炉定还有29公里 补充一点能量 雨下大了 在这里找到一个棚子 好多人在这里休息 刚刚在这边休息 昨天遇到的那个小哥又过来了 这边还有两位骑公路车的骑友 车胎爆了 一下雨 这边山上面就云雾缭绕 跟仙境一样 非常漂亮的 今天比较烦啊 因为我发现我的那个 随身WiFi坏了 只能跟商家联系 然后我今天把它发回商家 然后他再重新发一个新的过来 就是需要等几天 像我的话用的这个流量比较多 所以的话没有WiFi不行 只能等一下了 等几天 现在的话我是趁这个服务区的WiFi 在闯视频 闯视频 闯了一个多小时 速度有点慢 现在弄好了 然后我们出发了 这边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出发了 上完这个坡 就全程下坡 这边风景蛮好的 还在爬坡呢 应该要一直爬到这个山 然后就是下坡了 大峡谷 七星在云端 一路上坡 谁告诉我过了二栏山就是下坡的 明明还有上坡 我后面的这座山就是二栏山 那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隧道口 一路向前 千里穿展线天前二栏山 就是这座山 风景真的不错 从这里开始下坡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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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山上下来快到鲁定县了 这里离鲁定县还有三公里 那边就是县城中心了 再往里面去一路都是 这边风景确实挺好呢 西藏 藏区的大山啊 一路下去就到鲁定县城 鲁桥 到达县城 红色名城 鲁定到了旁边就是大渡河 鲁定县城 这是瑞金路消防队 好多魔旅的 来灌一灌鲁定县 就是有点下雨 前面快到鲁定桥了 空军飞夺鲁定桥纪念我 这里应该就是鲁定的中心区域吧 我也是第一次过了 这是什么 朋友们看一下我在哪里 鲁定县 鲁定桥 这上面就是鲁定桥 只是现在是景区啊 我们只能在旁边看一眼 要走的话可能需要买门票 我还没有查 这底下的话就是大渡河 对面有一个雕像在这里 这一面的话应该都是景区的建筑 这么长的一道铁锁桥 想一想 当年红军得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 才能躲下对面的碉堡 是这面还是对面呢 我们当初是从这面开始打 还是从对面开始打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就是也可以告诉观看视频的朋友 准备先去吃点饭了 早上到现在还没吃呢 就早上吃了一点鸡蛋一点饼 蛮饿的了现在 河水是湛蓝湛蓝的 沿着大渡河逛一下 然后去找一个录音地了 明天再来看卢定桥 今天就晚上随便看了一下 我现在是返回318国道 因为我是走过了 这边路边的这种山殿都带藏文了 因为这边已经属于藏族的自治区了 四川的甘孜州 虽然还没有到西藏 其实这边的话是有卖菜的 蔬菜超市都有 还是今天不太想做吧 小吃店看看 学校方面应该稍微便宜一点 这是卢定中学 往上去在这边 简单吃个盖椒饭嘛 也还挺实惠的 十几块钱 对面加仓一个鲁鸡腾 7块钱 鲁鸡腾 青椒回锅肉 就是青椒炒肉 去今天的露营地了 就在河边 今天往上就在这个桥底下露营了 这是康巴大桥 还可以 旁边小区的话就有卫生间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刚刚一路下来的下坡 今天跟哪 从那个二栏上最后就是一路下坡的这个 卢定县 对面是卢定的中学 四川卢 卢定中学 今天往上就在这个桥栋下面了 还可以 等一下往上就在这边搭吧 刚好啊 这边有一个空地 然后还不是泥土的 感觉这边的这个河流落差比 五丁桥那边的要大 那边的话水流很缓 这边的话就很挤了 尤其是这里 一路线下流 今天晚上这个 大棚的话就搭在这里吧 因为如果搭在这边的话 下雨的话离这边太近了 里面的话在桥中间 就干干好 帐篷的话已经倒好了 自行车就放这边吧 等一下把自行车锁一下 现在在城市里面安全第一 我一般在野外我是不锁的 把这个把这个锁拿下去 锁一下 睡的时候可以安心一点 因为在城市里面 把这个垫子垫一下 在里面把这个雨衣偷掉吧 其实现在外面还是挺冷的 独定的话 因为这边已经属于高海拔地区了 不算特别高吧 但是温度也降低 晚上很冷 明天的话就看情况了 有可能直接出发勘定 也有可能在炉定这边休息一天 看一下我们现在是在炉定 几乎是在这个最低地 在低地 因为我现在还没到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路易 等于说离现场还有两公里左右 然后我们看一下 明天是一路上坡到康定 中点就是康定 全程大概50公里 全程上坡路 我感觉应该还行 康定的话 海拔已经到2500了 这里海拔才1500左右 所以我们明天50公里 要爬升1000米的海拔 而且我现在已经有一点高反了 就昨天晚上就有一点高反了 然后刚刚下午我吃完半 到这里准备大大梦的时候 又感觉有一点头晕 明天如果出发到康定的话 我觉得这个高原反应应该会更强烈一点 到时候可能会休息一下 今天就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然后看看明天这个高原反应 能不能适应一下 我记得我以前去高原的话 是适应了三四天 在那个香格里拉的时候 这一次的话可能又要适应个好几天 好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